日本311东北大地震即将届满一周年 受灾区的三大和尚团体 为了感谢台湾人民的协助 将在三月中到台湾进行 日本311周年追思音乐会的现场 而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导演杨丽舟 也应邀到日本拍摄公益影片 深度探索日本东北人重建心灵的过程 为了这次音乐会 主办单位张荣发基金会长荣交响乐团 邀请导演杨丽舟 深入日本灾区拍摄长达20分钟的 311周年公益影片 杨导演说 当巨难来临时 能够协助人们的是来自深厚的文化 我刚好拍这群三个合唱团的不同背景人 他们都透过音乐去普平自己的心灵 其实当你面对最大的最巨大的灾难 最好的方式其实就只有一个 就是面对 其实我们在那个当下就觉得 都快流眼泪了 因为他们透过音乐 让自己能够更勇敢走出来 影片中一位钢琴老师田村小姐 前一天才帮一位很爱弹琴 即将升级考试的学生加油打气 隔天她和家人就被海啸卷走 那种子的事都发生了 那种子当子的想法 那种子力尽得无忌惑感 很凄是因为 那种子的献想后 就是最好 对髋梅 uly达 ore 刚好 很长的 跳过音乐 耳朵 聴不忌 可以 应联想 所以 6月の演奏会を聴きに行って それを聴いた時に 自分だけが聴いてて申し訳ないじゃなくて 生徒にも生徒もお母さんにも この音楽届い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って 3月20日来自受災区的150位合唱団成員們 也将和田村小姐一样带着重申的心情 向台湾人們唱出最具生命力的 馬勒第二号交響曲復活 表達他們最真摯的感謝 新唐人雅致電視 郭雲開 陳雨萍 台湾台北報道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